这就是伍爸爸带的鹅 我们买的 你可以碰碰 算饺子还是算是馆饨 原包饺子 不算饺子 不算饺子 大队可以吃饭 他为了男方面食吃了手 对 Everybody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回家 跟住我的镜头 一起来看看中国大陆 按这个箱子从台湾飞回来 真是不容易 我们要买个卡 地铁就是捷运 在大陆说捷运 大家会听不懂哦 可以微信支付吧 我们准备用零钱支付 外公找了半天 没有找到投币的地方 在哪里 是不是只能扫码呀 事实证明 在大陆现金不好用 我可以 谢谢外公帮我付车费 这是我 新高铁站的单程票 这边戳 往前走啊 应该是 快要进去 OK 走了走了 让我看看我哪儿走啊 旁边 我来这边 在实名业症 再过行李 安检 然后我就要上车咯 在台湾坐高铁 无实名 无安检 回大陆突然有点不习惯 哎呀妈呀 是李奔折腾 终于进站了 Lucky I met you Hard it from a friend She was in our bed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said it was the truth she came on to you Yeah but you'll let her knocked me 上车咯 我 我 奶奶 我 我 我回家了 爱妮 看了看到了 看到了 呀更美了 Yeah I tell my friends That I wish you well But the truth is honey That I hope it hurts Like hell Like hell When you see me leaving here Someone else 我想这就是回家的意义吧 家人把所有的爱意都给了自己 姐姐 姐姐 豆豆姐姐 第二天台湾女婿回大陆 Hello 我是小白呀 我认识你了 第几次来郑州 第二次 这个是弟弟 这个是姐姐 有很多家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婿 李猫表现的落落大方 家人都很喜欢她 我给你我给你 下来飞机的第一餐 烧烤加啤酒 妥妥的正周味 弄的 给你好 什么 这是我弟自己做的番茄鸡蛋冬 对 哪有番茄 没有番茄 鸡蛋冬 我们在离毛吃的是我们的时间包 嗯 看一下镜头看一下 然后你喝的是什么 吃 感觉怎么样 gig 滑葱花 对 难得他能接受这个烤味 太棒了 因为 catastrophe 我们就这样简单地吃一下 中午带你去吃好吃的拉面 generates冷湖 会面 海南会面 多多谢 这也 JavaScript 很辞 Got it guests 不是太一样 今天带离猫来看一下 我们郑州的一个古的街 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来过 嗨 中国谈话 我买了一个龙 师傅是个很年轻的帅小伙 我觉得那个龙就在他的脑海里 我们在台湾有这个吗 有做那种什么烤的 有类似的 类似的 最后还是没有说清楚 当然路边摊也要来吃一下 这个烤面镜超好吃 老公 第一次吃落沫靠 落沫卷饼吧 有啊 这个在我们台湾好像没有 有 后来有了 后来有了 但是台湾卖比较贵 台湾卖的是多少钱 换四五十块 台币人民币一串就十块 结果我们今天买 两根第一根 结果我们今天买是 45块台币六根 高级 别出去 马上就敷人去 金冒斧 对金冒斧 这个车位啊 三个 三个就是衣服 三个衣服 还有 车冲 哇 回来这么多天了 终于看到我们郑州的蓝天了 超级难得 今天晚上要吃会面哦 这个碗比人的脸还要大 你的手 你的手 看汤子这么大 看汤子里边 这太多了 第一次吃这么大碗的会面吧 这是玉米地 这是以前的虫桥 古代 来河南旅行 一定要来哟 来 我们今天的小西瓜 甜不甜 河南就是一个所种的地方 去哪儿 今天三爸带我们导览 参观袁世凯库区 拿台包挣的台湾人来这里 还会有特殊的待遇 我们本地人就没有 真是羡慕了 这个那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想地的 想地的 放个肚子下去 什么时候 想地的 还是不备用头 逛下 逛了一圈 我们就准备回家了 这就是五八八蛋的鹅 我们买完的 你可以碰碰 然后放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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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哦 好 好 对啊 男人之间的问候 那个我 我就说 对我 你跟我讲 可以 我知道 你是不是 对 确定一下 对不对 没办法 又出来一个 我还是递着他看 他要递着我看 哈哈哈哈 最后我从这个面前走过去 上了个厕所再回来 我们都没有看到对方 这没有办法去 看他的地方 都是他害的 还是有意思 我都要准备睡觉了 然后呢 他下班回来说 老婆 要不要吃点宵夜 哈哈哈哈 饭饺饭的馄饨 圆苏饺饺饺饺饺饺饺 大哥自己只管啊 他们都是男朋友 吃面是吃快的 但是他喜欢吃面 这个都是手工我们自己 搁的皮 自己做的线 不想 metric 对 家是幸福的港湾 每一次归途家人总会让我们再一次做回小孩 这一次带台湾老公回家 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还有回家的一些习俗 两岸是不是非常不一样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一起讨论哦